小小怪挡在怪兽面前哭着求开心超人停手 这个独角龙王偶被人一洗 但却是他最珍贵的生日礼物 大大怪从垃圾桶里捡到一只独角龙王偶 就送给小小怪当作生日礼物 做出这个决定他也很难为行 可是让他没钱买新的呢 虽然王偶脏了点就了点 但小小怪却非常感动 直接抱着他大哭起来 小小怪如何至宝 把王偶洗得干干净净 给他做一件新衣服还为他吃饭 他给王偶取名叫BB龙 每天抱着他睡觉 灰心寺里寄来一堆戏略武器 其中有一个妙兽回封圈 小小怪觉得他很漂亮 就给BB龙带上 突然项圈发出强关 BB龙一下子占大祭祀杯 变成一只独角龙怪兽 把他们的屋子都撑破了 原来这个项圈有激活玩偶的功能 小小怪被BB龙抓走 大大怪吓坏了 但定心一看 却发现他们非常和谐 BB龙变成怪兽 也依然喜欢小小怪 大大怪见他这么听话 于是就想利用他来对付星星救人 小小怪当然舍不得BB龙去冒险 可BB龙想起自己被前主人抛弃的情景 心中充满愤怒 他决定去报复星星求人 BB龙在市区破坏 突然听到有人喊他住手 他一回头眼泪瞬间涌出 开心超人很惊讶 觉得他似曾相识 BB龙失去理智 加速破坏城市 开心超人立刻出击 变身机车侠 一只手就把怪兽推倒 BB龙抓起旁边的柱子 却在下一秒停止攻击 因为他终于想起眼前这个人 就是以前的主人 就在开心铁拳打过来时 小小怪及时躺在BB龙前面 并说出他被遗弃和变成怪兽的过程 开心超人看到怪兽脚上的两个字 终于想起 这就是他以前很喜欢的玩具 只是因为玩偶手臂断成两截 他就丢进垃圾桶了 我再也不会乱人玩具了 对不起 BB龙很感动 可象圈仍然控制着他 开心超人只能带着小小怪 先去安全的地方躲避 小小怪看着BB龙这么痛苦 心疼得眼泪滞溜 直到圈圈完全破碎 BB龙再得到解脱 恢复圈娃娃的样子 小小怪抱起BB龙 拍到上面的灰尘 以后他会加倍爱护他 发现袁 您的课兰娃娃的 并非 例外 兵参照 并非 并非